心学创始以来,影响巨致,古今中外都有精辟见解。 然而,对心学最精辟的论述,莫过于王阳明自己的四句教。 近代历史的强盛自明智维新,维新派中众多重要人物, 无不对我们中国明朝的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顶礼膜拜。 王阳明先生一生所创的心学,堪称儒家在历史长河中的新发展。 心学博大,理论纷纭,唯有一个独到的核心表述,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撇开阳明哲学的对与错不论, 这四句教在为人处世之上的教义引人深思。 无善无恶性之体 杨明心学关注的终极问题还是人和人性的问题。 四句教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性之体。 他认为人性这个性之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而不那么主流的儒家,如荀子之流,认为人性有恶,但都主张对人性定调。 王阳明对儒家的发展极在于此,即非善非恶。 正因为人性本来是混沌的,没有天生的善人也没有天生的恶人, 所以可以通过教育和思考令一个人的性格变化。 因此,这第一句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对自己的信念。 因为无论你身处环境如何, 只要有决心,总是可以改变成你想成为的那种人。 有善有恶意义之动 其思想作用,使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 可是思想,情绪有善的也有恶的。 比如,我们要吃一个东西, 该吃不该吃,吃了以后有没有好处, 或者知道是有毒的就不吃了, 就是善恶的问题了。 世事纷扰,我们经常被环境所左右, 导致胡思乱想,人欲横流, 我们每每以自身利益出发, 这无法避免。 只有佛教中的大菩萨才能做到念念都是普度众生的信念。 普通如你我,只能日尽一善,注意修行。 因此,这第二句教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 践行心学其实很简单, 实时注意自己的念头, 不要浪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有饭吃饭,有茶喝茶。 知善知恶是良知。 人的意识里面有个知性的作用。 良知良能是孟子提出来的。 他说, 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掉进河里, 这个时候任何人都很着急, 都想要去救他。 这是良知良能的作用。 知善知恶, 这一知是良知, 就是我们现在普通人讲的天地良心。 自然都知道要助人, 要救人, 不用考虑。 良知虽然是天性, 但也能通过知识教育, 使得普通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 什么是真正的恶。 因此, 第三句教给人的启示是, 教育的本质其实很简单, 唤醒人心中的良知而已。 人获取知识的目的, 本来也就是发现自己的良心。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悟到之前, 已经割竹子七天, 一无所获, 只是得了一场大病。 当时, 他就是不懂得格物的真正含义。 格物是大学里的词语, 大学里讲的, 智之在格物。 人能够不受物质世界的影响, 自信不跟外物转, 甚至通过自己对外物的理解而动手, 改变外物, 这个就叫格物。 落实到行动上, 为善的为是行为的为, 去恶, 坏的事情就是绝对不干。 以往, 把自然科学翻译叫做格智之学, 就是根据大学的格物而来的, 格智之学就是自然科学。 因此, 第四句交给人的启示是, 我们要利用科学, 不要被科学麻醉了, 我们要利用物质文明, 不要被物质文明所蒙蔽, 我们要真正将心里的道德发动出来, 影响社会, 而不是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王阳明的新学, 往深了说可作为治国之道, 往浅了说可作为修身之道。 无论是治国还是修身, 治良知皆是最核心的部分。 治良知的种种方法中, 知善恶又是最核心的一种。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无论仕途多么险恶, 人心多么难测, 明辨是非, 去恶扬善, 做个善人, 始终是为人的正道。 这便是杨明新学, 带给现代人最大的启示。